近日在屋倫華埠專門襲擊長者和婦女事件的兇徒 根據屋倫警方說 這名疑犯在1月31日同一天內 將一名91歲長者推倒在地 並襲擊了一名60歲的男人和一名55歲的婦女 當時三名受害者受傷被送院治療 根據警方公布的資料 這名疑犯是非裔男子20歲至30歲左右 五呎六吋 獨五呎十吋 體重140磅 最後一次露面時 她穿著黑色蓮帽外套 中式長褲 灰色網球鞋 和佩戴淺藍色口罩 奧倫市 吳彥祖親訪華埠 打擊壽視亞裔暴力事件 今日中午12時 影聲吳彥祖和金大燕 連同奧倫華埠商會 以及阿納伊達院地方檢察官 在富興中心舉辦了一場新聞發佈會 針對最近在屋倫華埠 激增的暴力犯罪事件 採取最新的應對措施 吳彥祖上週末 舉辦了一場網上俱樂部討論 聚集了3,000人 包括亞裔社區領袖 政界人士 討論解決方案 好消息的是 據阿納伊達院地方檢察官說 這3起襲擊事件的疑犯 Yaya Mushroom 在2月1日星期一 已經被警方拘捕 為了保護華埠社區安全 吳彥祖和華埠商會主席 向每家每戶的小商業和居民 派發用來警報的口哨 希望大家守望相助 有事情發生時 吹響口哨